霹靂小組全副武裝 強勢破門攻堅 另一頭更是派出垂降部隊 從民宅陽台衝入 殺個嫌犯 措手不及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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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穿一條四腳步的胖男 根本來不及反應 乖乖抱頭趴地就範 繼續往裡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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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睡到一半全被逮 不只一局倒破詐騙集團 更驚人發現房內竟有變身器 嫌犯盡利用變音進行愛情詐騙 用正妹照片當大頭貼 再以LINE隨機加男性好友 綽號小胖的壯碩刺青猛男 利用變身器把聲音變成甜美女生 以網路電話持續跟受害人聊天 營造戀愛氣氛 取得對方信任後就加借明目 荒稱有賺錢機會 又使被害人投入款項 年初才破獲的戀愛詐騙集團 成員竟又另起爐灶 甚至把先前播放 罐頭女生的方式 進化成使用變身器 被害人以為賺到 跟美女談戀愛 想不到甜美聲音的背後 竟是一個穿四腳褲 腳檳榔的壯漢 一切都是假 記者黃天堯 黃昀蘭 監視器拍下一輛機車熟門熟路 停在民宅前面 還依次跟屋主起爭執 兩人吵得越來越激烈 騎士竟然提起汽油放在地上 威脅要潑灑 嚇得屋主趕緊報警 男子拿著油桶到民宅 顯然是有備而來 原來是屋主的兒子欠債 白衣男子來討債 揚言不還錢就潑汽油 恐嚇意味濃厚 犯案後嫌犯居然二度回到現場 想繼續討債 汽車沒戴安全帽引起遠景注意 又渾身酒氣 盤查後發現他就是 提油桶恐嚇的嫌犯 是來追討債務的 馬上將他依現刑犯逮捕 以公共危險及恐嚇取財 移送台南地方檢察署偵辦 為了追討債務返回案發現場 被遠景瓦中捉憋 男子在民宅附近閒晃 看起來醉醺醺的 亂瀾居民車輛 最後又騎車上路被抓包 不擇手段要追債 拿著油桶到處跑 還威脅要潑灑汽油 要是真的不小心擦槍走火 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賴冠章 紅富人郭怡貞 台南報導 現在先補票 誰比你上車的 火車站閘門口 老翁因為搭乘新自強號 卻拒絕補票被請下車 老翁嗆聲自己是台鐵 推出員工高官 都是他徒弟 跟副站長爆發激烈爭執 衝突地點在台鐵屏東潮車站 老翁拿去天車票 從高雄鳳山搭新自強號 被發現後說自己只是想上車吃藥 最後被拒絕再運繼續大吵大鬧 老翁不願意出站 直衝月台改搭區間車 副站長怎麼驅趕都沒用 老翁自稱台鐵 推出員工跟高層關係不錯 不過不補票還大鬧 車站人員傷透腦筋 因為沒有駐衛警乘客有事無控 如果遇到暴力情況 只能自認倒楣 接著張座王書宏屏東報導 這隻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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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久前這群遊客遭虎駝風遮傷 大貨在山區等待救護車 好不容易抵達醫院 傷者包著紗布手拿冰塊冰敷 上午10點多大批遊客來到南陀竹山的 銳龍瀑布走在步道時 突然有風群飛出 瘋狂攻擊遊客 造成三名散客 以及兩組旅行團18人 總共21個人被遮傷 其中這批遊客來自高雄 是銀行公司的員工旅遊 有傷者控訴 一次是有人噴的香水味太重糧貨 另外那一團的香水噴太重了 香水喔 點他們出來的 局部外觀的現象 都是有紅腫碰的現象 所幸被遮傷的遊客 只有兩人有過敏反應 傷勢不嚴重 但後端端的 為何會引發虎頭風攻擊 緊銷將進一步釐清 至於園區也緊急修園 並請廠商摘除蜂窩 但全群的虎頭風攻擊 也讓遊客們飽受驚嚇 記者陳廣睿王百英 台中資訪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視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